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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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平时的天气形态 相对来说洗衣服洗车没有太大问题 海南23到29度 高雄25到30度 屏东23到32度 而东半部地区在隐风面 所以明天在宜兰这一代 还是会有一些降雨21到26度 花莲台东呢 虽然预报上有一些降雨 但比较零星 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花莲22到27度 台东22到28度 而在外岛地区 多云到晴的洪湖高温26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后两天 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雨 西半部主要是山区的午后降雨 温度会再回升一些 礼拜六午后雷雨比较明显增加 礼拜天封面通过 各地都会有降雨出现 锁定台式气象 军台每天跟您聊天期